救命丁肖三这群兄弟又来整活了 最新的节目中 这道旅程看起来不这么寒酸 甚至车上还有横幅 明天这里是他待遇比较好啊 你看一个 有咖啡啊 这波咖啡在手 车也升级了 节目组突然这么大方 简直就是一番常态了呀 紧实的小亮哥半信半疑 你我财务总监的这个经验的话 这些都是要还的啊 你说吧多少钱一天 不要钱 免费资旅 真的啊 我骗你干嘛 但请简节约这个优良传统 节目组怎么会丢药呢 这波去机场接苏星和张远时 导演还暖心的地上接鸡牌 这好像真的是在酒店 酒店借的呀 不知道是哪家新人结婚的板子 真假的照片 跟那个入场口味快看 还能看得到啊 果然简朴还是一如既往呢 当看到两人出现后 这群兄弟热情上线 还含起口号 真诚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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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就只有你们零七一三 是这么接鸡的吧 有你们这帮兄弟 才真的是福气呢 然而狐狸导演组 还在持续上线 刚下车就拿来账单 讨差来了 刚才在车上账算一下 你看看你看看 免费之旅 我骗你干嘛 要我这账 算的比较差 那就算你250吧 好想打你哦 最熟悉的套路 果然还是那个节目主要 按照上一期的流程 哥哥们是时候 要打工赚钱了 反正今天大家都签了一个合同嘛 按照一般的 综艺节目的流程来讲 一般合同都会有坑 原来在出发前 导演组递召了一份审秘合同 让他们签名 但万万没想到 这些兄弟居然学聪明了 跟我们也没关系 不是我们的名 咱们就可以签咱们名 但是咱们签张真诚 苏丹诚 我们也留了一手 节目总大 难道你们不知道 15年前只有苏醒 那个律师去签合同的吗 这相互套路的计量 果然还是那个味儿 我的快乐确实回来了 白日子的象山之旅 在节目组的介绍下 看似很轻松 就是品质着一个字儿 食海鲜肉馨随便吃 鹅还是好吃的 鞋锅炖大脑 他们不仅要吃鹅 还要学鹅叫 这些日子没一起度节目 他们好像那个智商用 反正也没怎么提高 这光亚军的精准吐槽 未免太真实了 到达养殖场后 这群哥哥们肚重找活 苏醒不一样 他还开辟独立公众 在这个团队内 是负责这个宣传美工这些的 所以我就去拍拍照 那我应该 好 谢谢你的支持 好 谢谢你的支持啊 果然不会带团队 只干到死呀 将这三人阻担起丧一种 说干就干 清理地板时 还到处寻找同妹 看来我们语言不太合适 就难 这三人比这些大鹅还少 另一个的居住生活 网中 那两个人出门悠哉悠哉 去换鹅 一开始看似岁月静好 没想到待久后 生哥也逐渐降至 还跟大鹅秘密兑换 是不是比张远和路虎要吵一点 感觉是张远和虎子 就在面前的感觉 果然还真让生哥给猜中了 立公族的精神状况 确实值得关注 我的保障 这些大哥绝对没有着三个人场 虽然是吵了点 大明霄在兄弟们干活可是实打实的呀 我对你们这个节目组又有了新的认知 原来是真干 他们干活的人真的 他们不只是紧紧在做踪并 这帮人是真干的呀 法案卫生后 他们又接到了一个新任务 就是帮助基地员工一起送鹅蛋 因为这批蛋 对于农户来说比较贵 对我们一个蛋四十吗 十箱 十二万 听到这树木不凡突然沉重 孤单弄成立马上线 小心啊 小心啊 放心 我这个节奏跟速度感 不是主要是怕那些蛋 人没关系 主要是关心那车蛋 这群人一个蛋都能这么搞笑 果然损 还是一个损难 感谢观看